日本政府星期一決定將中國的通訊技術設備巨頭華為及中興公司 排除出公共採購的清單 日本政府在12月10日在首相官邸召開了各府省廳 網絡攻擊對策負責人出席的會議 決定有必要與美國統一步調將被指與中國情報機構有關的華為及中興 排除出政府的採購清單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不採購被植入了可以竊取信息 亦是造成破壞等惡意功能的設備極為重要 鑑於日本與中國關係回戀 菅義偉強調日本政府此舉的目的並非排除特定企業 菅義偉還表示日本政府採取有關措施符合國際規則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之前針對媒體報導稱 日本政府將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政府機構採購華為 中興公司的產品表示嚴重關切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他們網站上發表的聲明強調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華為中興公司產品存在著安全風險 中國法律法規沒有授權任何機構可以通過通訊企業 預裝後門、竊聽或間諜裝置 對於日本政府針對特定國家、特定企業 採取歧視性的做法 中國方面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日本政府星期一的決定 使日本成為東亞第一個禁止使用華為 以及中興產品的東亞國家 之前作為情報共享組織 五眼聯盟之一的國家 美國在8月在2019年的國防授權法當中明確規定 出於國家安全的風險禁止使用華為以及中興技術產品和服務 五眼聯盟成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緊隨其後 也禁止在他們的國家5G網絡當中使用華為以及中興產品 另一個成員國英國最近也以國家安全為由 禁止他們的英國通訊公司使用華為以及中興產品 加拿大目前是唯一一個 還未禁止使用華為以及中興產品的五眼聯盟國家之一